I believe I'm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No I believe that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is Steph Carey 两人都是高情商 字母哥接受采访 我不是最强的人 库里才是 库里采访回应 我是22年最强的人 字母哥是21年最强的球星 近日不少媒体给出 下载季最强球员榜单中 都将字母哥排在第一位 而在记者发布会上 字母哥也同样被问到这个问题 问他怎么看 仍然惊艳的是 字母哥并没有沾沾自喜 而是十分谦虚地将这份荣誉推给了库里 他说 我是世界上最强的球员吗 我觉得我是 但不过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最好的球员 都要将球队带进组织赛 拿到总冠军 所以那个人就是库里 在下一个人拿到总冠军之前 库里就是最好的球员 而听到字母哥这一句话 库里也是展现了高情商的回复 他说 我很感谢字母哥的认可 如果是我站在他的位置 我也会说出同样的话 拿到总冠军 就是联盟本质的一部分 我在21年看到字母哥拿到总冠军时 我也会认为 他是联盟最佳 不得不说 这一波库里和字母哥 都展现了NBA的老派风骨 认为拿到总冠军 才是最大赢家 并且都不令一美之词赞誉对手 那么什么时候 这两位高情商的人 能够合体成为队友呢 真的是让人十分期待